再来看到凤林镇长的抽签 在双方支持者的陪同下 都来到了凤林镇公所进行号次抽签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抽到一号 卢兴荣则是二号 三号是尤美云没有到场 由凤林镇选务中心主任代位抽签 凤林镇长选举今年是有三人登记参选 凤林镇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卢兴荣 以及前任现议员尤美云 各候选人在支持者的陪同之下 是来到了凤林镇公所 进行选举号次的抽签 在凤林镇选务中心的主持之下 三位候选人一登记顺序抽签 抽出了参选号次 卢兴荣先生 二号 双喜庭门 一号的候选人林建平在两百多位的乡亲 以及现任里长的陪同之下 喊出了凤林镇长凤林人决定 他也非常感谢乡亲以及大家的支持 让他能够持续有新兴的参选凤林镇长 这段期间我看到了我们凤林相亲 对本人满满的一个支持 这段期间我也勤走基层 更能够了解我们凤林 长期以来所欠缺的 所需要的 在八年萧镇长的主政之下 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为我们凤林打操出 不一样的 靓丽的一个客家小镇 二号候选人如新荣 则是喊出了 如他的名字 新荣 让凤林更新 更繁荣 就说了我的名字 新荣 一定让凤林 更新 更繁荣 在抽完号次之后 双方支持者 也都在政公所前 呼吁乡亲能够大力的支持 双方人马 虽然有禁忌驴的接触 也未出现任何不理性的反应 而凤林真明也期待 11月26号 等待凤林真明决定 谁是凤林镇长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不到